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了解这片美丽而神秘的土地 公元前109年 汉武帝开辟西南边地 设置24个县制单位 云南是其中的一个 云南这名称的由来 历史上有三种传说 一种是彩云南县说 见县时 县制住地北面的龙兴河山出现了五彩云霞 县城在彩云的南边 因此称之为云南 第二种说法是云南 云南就是现在的冰川鸡足山 这山上常常凝结云气 有树丈之高 县城在云山之南 因此称为云南 三世五帝追梦说 相传和五帝夜里梦见了彩云 随后就派人按梦里的地方去找 结果在金祥云县境内真的追到了彩云 于是就把此地命名为云南县 在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中 云南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云南是亚洲的地理中心 是中国对西南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从南北方向 云南贯通了中国和南亚 东南亚 泛亚铁路等国际通道 可以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 从东西方向 云南联系了亚非欧三大洲 云南还是中国西南地区 唯一一个可以从路上同时沟通 东南亚和南亚的省份 云南东连乾贵通沿海 北京川渝 近中原 南下月老达太简 西街缅甸连印巴的独特区位优势 在整个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中 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丽江古城为第二批被批准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是中国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之一 丽江古城内的街道 阴山蹦水修建 以红色角立岩铺城 那里有着多彩的地方民族习俗和娱乐活动 纳西古乐 东巴仪式 占卜文化 古镇酒吧 以及纳西族火把节等 别具一格 丽江古城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 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类型之一 丽江古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 它的存在为人类城市建设史的研究 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云南的另一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三江并流自然景观 它位于中国云南省青藏高原南部横断山脉的宋谷地区 由怒江 蓝沧江 金沙江 及其流域内的山脉组成 整个区域面积达4.1万平方公里 它地处东亚 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 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反映其氧化的代表地区 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昆明是云南的省会 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也是文明中外的春城 这里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 气候温和 四季如春 多样的自然景观形成了云南五大生态文化旅游区 滇西北湘格里拉生态文化旅游区 滇西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 滇东南岩戎地貌生态文化旅游区 滇东北红土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区 和滇中高原湖泊生态文化旅游区 每个旅游区都是美不胜收 各具特色 云南宜良县奎香香 地处云贵两省接合部 1936年 贺龙 任碧石 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 二六军团 在长征途中曾三进三出该箱 拨下了红色革命火种 这里是云南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之一 奎香拟重建红六军团指挥部就职 围绕红军长征纪念碑建三千平方米乌蒙回旋站纪念广场 以此纪念先烈弘扬长征精神 彰显革命老区特色 其他如丽江石谷渡口红色旅游景区 金沙江角平渡红色旅游景区等 也曾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 也是云南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